哇,欸,王老師 我們現在在這個地方是桃園的 這是屬於三名自行車步道 環境超好的欸 看過去就是小快溪 被樹擋住 那邊是小快溪 然後這邊是三名 過去是三名運動公園 這等於是南坎西三名自行車步道 那我們今天來這裡是要幹嘛 有一個真的很經典的社區 真的要來看一下 很經典的社區,怎麼樣經典? 它就叫朝陽軍點 很經典的社區,它叫朝陽軍點 就是想要自己打 在你後面 在什麼地方? 這好後面,你說這個 這邊這個社區 看起來蓋得很漂亮很不錯欸 那我們之前好像有來看過這個青川對不對 對 就是看出去直接就看河景跟小快溪 那我們今天看這個更高級 軍點 所以已經安排好了嗎? 那我們直接過去囉 大家都知道我全國跑 那停車的費用應該很高吧 推薦大家使用遍布全台 都有停車場的跨區停車服務 只需付一個停車位的租金 可以享受五個停車場的生活圈 我在台北市選了一個 在我家旁邊也選了一個 在中正義文特區也選了一個 每個禮拜去台中散步 所以在台中也選了一個 常常去高雄玩都沒有停車位 也在飯店旁邊選了一個 可以根據自己的需求選擇停車場 官方只針對頻道本事提供優惠喔 優惠額度非常有限 歡迎有需要的朋友 千萬別錯過囉 實在會被你氣死 講錯間了不是那一間啊 對 因為那個 隔壁洞 那是國寶啊 我想說外觀那麼漂亮 都很漂亮 都很漂亮 那邊就小快溪的天際線喔 百川水燕 什麼 昭陽的都在這 河岸第一排 所以我們也是河岸第一排 哪一個社區 昭陽軍點對不對 遠看就知道這是昭陽的案子 昭陽有一段時間都蓋得很中越 就是這個樣子對不對 隔壁這個是一個豪宅 所以它應該也是高級的房子 也差不多 對面就是小快溪的整個景觀 還有南坎溪的景觀 自行車道也在這邊 可是下雨了我們要快一點 走走走 黃老師 可以嗎溝通好了嗎 可以 待一下就好 待一下就好 唉唷 看好窄耶 唉唷 唉唷 我是來到歐洲了是不是啊 你看這整個 全部是石材打造的 你看這 大理石 整個都大理石 然後整個大廳 走這種白色的風格 唉那外面這一個可以 花園可以去看一下 唉唷 喔 這簡直就是中越嘛 有點中越的感覺 有中越的感覺 它連這個外觀設計也很中越 嘿嘿嘿 中間的噴水池也很中越 但是中越上面那個女神不是這一尊 不同尊啊 整個設計非常的典雅 走那種古典歐式的一個建築 然後一個中庭的花園 雖然中越通常都花園更大 但是這個也是非常的 看起來也非常的好看 非常漂亮 那公設應該該有的也都有 全部都有 那我們就不多看了 因為在下雨 直接看房子好不好 我們就直接上去囉 來 一鍵開耶 喔唷 欸 欸 高級的房子有one touch的喔 喔 都 set好了對不對 門超大散的而且好重喔 一層兩戶 豪宅規格 嘿嘿嘿 欸 黃老師這什麼房型 呃 算是三加一房 三車位 三加一 三車位 對 其實你要說一人一間喔 一人一個車位喔 要四房也可以 因為他這個是做 喔 稍微看一下啦 好我們先從玄關開始說起 他這個玄關有一個區域 但他沒有做什麼弱城區 一樣 但是他這有隔出來 所以他這裡 怎麼都沒有鞋櫃齁 這有做什麼隱藏的沒有 他這個等於兩扇門然後進來 他的鞋櫃應該是坐在這裡 這一整排應該就是鞋櫃 來看一下喔 喔 鞋櫃過來 欸還有錢耶 欸 中午可以加菜啦 加一顆滷蛋 嘿嘿嘿嘿 這樣子 一整排的鞋櫃 在那 然後他下面還有做一個 這個是要幹嘛 這要躲人了嗎 這 他有做大概三公分的墊起來 所以這裡沒辦法做 放那個 那些東西啊 奇怪 當然設計師怎麼弄的 好 然後這邊有一個水晶吊燈 所以這個是餐廳喔 餐廳 還是這是客廳 餐廳 喔 我以為這是客廳耶 所以進來他不是餐 他不是客廳 他是餐廳 然後這邊他有一個 有點像 工作室的地方 有點像書房 所以這應該是家一房 所以假設你 這是隔出來的嘛 所以假設你這一個 不要這樣做 其實他是開放式 到那邊去 直接這邊有沒有 這間就是客廳 所以你看喔 這這道牆如果不要 他其實客廳還挺大的 一直到那邊去 那你嘉一可以坐在 一進來的這個地方 讓餐廳跟客廳分開 或者是嘉一房坐在這個地方 隔起來讓客餐廳合在一起 這看你自己的選擇 但是目前這屋主的格局就是 餐廳跟客廳是分開的 那我覺得有些人可能會比較不喜歡 不習慣了不是說不喜歡 進來了以後那邊就是餐廳 大部分的人家都是一打開都是客廳 那我們先看一下 既然一進來是這個工作室跟餐廳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工作室的部分 他這個全部手工木做的 還做圓形的 感覺這個屋主應該還蠻有錢的 因為東西好多 看一下有什麼東西 這個好像才剛搬走沒多久 然後餐廳部分也蠻大間的 進來然後這邊其實可以放一個圓桌了 但是可能他在這裡本來是有放一台電視 電視放在這邊 所以他這邊可能是放一個長桌 這樣子 然後這面餐廳在這邊 那所以廚房應該在這裡 我看 這裡這裡 這個隱藏門 打開 是一個大廚房 大廚房進來 其實他這邊還有一點點空間 可以做一點規劃 這些餐台或者是小櫃亭 然後電器櫃做得非常完整 冰箱看一下才剛搬走沒多久 搞不好有什麼吃的 沒有 本來想看有沒有啤酒 開玩笑 然後這邊 這個是人造石的檯面 然後喜特利的烘碗機 如果覺得不夠的話還可以再加 可以自己再換 後面多一個這個地方 後陽台的部分 然後這邊也做一些收納櫃 這個不錯後陽台前面有一個收納櫃 然後我們往這邊走 喔 小快溪的景觀 後陽台真的不錯 然後這後陽台其實也蠻大 裡面有這樣子的一個空間 然後一個L型的 它這個是有一點像中越的那個 那個磚 那我們往這邊走 這個房子很大喔 弄得像迷宮一樣 然後餐廳看完 廚房看完看一下客廳 客廳的部分也是蠻方正 大概是這樣很大間 而且很特別是你一進來 它這個就有一個阿拉斯加的排風機 單層排氣 這不是廁所 但是它做了這個 然後電視背牆的部分呢 它也做了大理石 那它這個前陽台 它是這個很特別 它做在這邊 而且這邊有一個 有點像玄關的區域 這邊就不能出去 它只是一個前陽台 有沒有看一下 它有做一個木站道 稍微的看一下 木站道 走到這邊來 是一個L型環狀的木站道 所以這邊也可以看到小塊溪 景觀非常好 這裡 然後中庭的部分 我們剛剛有游上 在下面看 我游上往下看一下 還不錯 有中旅宿 然後接下來你說這個是三加一房 所以有加一房我們看完了 還有三間房間 先看這間 這間是 主臥室耶 它這個格局設計都是跟人家不一樣 一進來就是更衣室 但是它進來了以後 你看喔 這邊是陽台 這邊還有設計這個 就是檯面 然後有個窗戶 然後進來 是這個樣子 然後床的部分呢 你看 鴛鴦棉被 昨天才剛離開的 開玩笑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搬走 然後它這邊呢 把它打開來看一下 它也是一個小陽台 面中庭的小陽台 那我們外面下雨 我們就不出去了 就是這樣子 這個是屬於主臥的大小 因為它做了很多櫃子 所以主臥感覺就沒有這麼的開闊 因為你看做這麼多的這個 這個可能就是因為那邊有一個門嘛 有一個陽台的門 對過來它不要直接對床 所以做了這樣子的一個格局 然後這邊 過來 梳妝台 更衣室 大概是這樣 我們轉過來 四建築的乾濕分離在最外面 真的做跟人家不一樣 人家一般乾濕分離都在這裡面 他做在最外面 這建商也是蠻特別 然後配合成的超級馬桶 大概整套的衛浴 然後我們來看另外的兩間房間 走過來 另外兩間房間就全部都在廚房的這一面 是不是有什麼隱藏門 看一下沒有 公位的部分也設計在這邊 來我們打開 它是一個三建築的 乾濕分離在這裡 這間廁所還蠻大間的 而且有對外窗 然後大概是這個樣子的大小 對外窗很重要 我們看一下這一間房間 這一間是 有做木地板 而且有架高 應該是次卧吧 有陽台 這應該是次卧 因為我覺得這個屋主 可能當時就是有他自己的想法 他的櫃子做的都蠻多 你看像這個 這到底是怎樣 為什麼要做這個 他這個是 的意思是什麼 說不要讓這個 那可能床是擺這個樣子 對啊 為什麼 頭朝這邊 這可能是床板 喔 床板 喔 不然一般大家的床頭會擺在這邊 對 所以我覺得這很奇怪 為什麼要做這個呢 這個不是整間房間又更小間了嗎 來我們看過來 小塊溪的一個景觀喔 這個怎麼可以把它阻擋 阻擋 阻擋掉咧 下面全部都是這個很漂亮的 南侃溪的 河岸第一排 這個是最貴的 就把它遮擋掉 這個 可以拆掉 然後我們看最後一間房間 來 在這裡 兩間 打開 喔 喔 喔 這是女兒房了 因為有很多 韓星是不是 好 欸 感覺是 就是有書桌 但是又是一個 單人床 所以他這個可能 以前小時候的時候一起念書啦 但長大了以後 自己一間房間 沒有辦法 那看出去呢 是整個小塊溪床 廣話區 是這樣 大小我是覺得 這一間 我覺得還比隔壁間還要 就是更好一點 因為隔壁間 他做的那個屏風 但是拆掉之後 對可能就會好一些 拆掉之後就不行 所以他這一間房子 景觀集中在 這個次臥跟客房的這邊 主臥室他面的是 中庭的部分 其實也不錯啦 就看你自己 然後他都做了這一間書房 就辦公室的部分 這個算是 客廳的部分 也算是非常的 剛好適中 客廳也是特殊 特殊 對 L型的 等於是270度的環景 只是他環出去是看到隔壁社區 國宴 國宴喔 OK 好 那我們今天早上 剛剛過來的時候 出了一點烏龍 跑到人家的社區去 好好來介紹 昭陽就是長這樣 我想說昭陽什麼時候蓋過那一種 那我們 這個小塊西第一排 南坎西河岸第一排 自行車步道第一排 這個應該不便宜 應該很貴 來報一下坪數 這個坪數幾坪 含車位88坪 含車位 你剛剛講三個車位 三個車位 一人一個 這樣子88坪 如果擴掉車位 我想應該這個應該有60幾坪 69 快70坪耶 大坪大房子 快70坪的3加1房 這一間如果你不要做書房 做個合室或開放室的 其實也可以 變成4房也OK 因為這個是有開窗的 這樣子 屋主開價多少錢 3188 3188 現在3加1房都要到3000多了 對 哎呦 可是因為他這個房子 因為定位可能比較好一些 又是河岸第一排 然後有兩間房間 跟一個陽台 這邊是有景觀的 這邊你坐在這裡 往那邊看過去 有沒有 河岸景觀 所以可能因為這樣子 就加了500萬吧 我們不知道 反正現在房子越來越貴 我們已經見怪不怪 但是因為每個房子有它的特色 這個房子的特色就是小塊溪重畫區 跟南坎溪的第一排 有興趣可以直接到這邊來看一下這個環境 當然這個價格的部分 有時候是談出來 如果說你來這邊看的喜歡 可以直接跟屋主談 談了以後 如果有成交的話 記得帶我們來開箱一下 哇 漂漂亮兩個房子 好不好 那我們如果對這個房子有興趣 歡迎跟王老師聯絡 又下方有他的聯絡方式 那如果你是最近買的新房子 要來分享你的買房心得 或者是裝潢性的 歡迎跟我聯絡 下面有我的聯絡方式 滴著留言 那如果你是最近買的新房子 舊房子要脫售 也歡迎找王老師 我們期待有更多人來一起支持真心話 我們下次見了 掰掰 掰掰 小明星不在乎 做太陽 有這件事 真的吧 小明星不在乎 請教 YOUR願寶 做太陽 這麼好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